哎呀,她跟欢姐长得好像啊 天啊,跟咱们画像上的祖师娘娘一模一样 真的一模一样啊 一颦一笑,那身子,那眉心的朱砂质,那容貌 都与祖师娘娘一模一样 顾少光从那女子出现开始 眉头便紧紧皱着 不自觉地拉紧了秦欢的手 冒充云摇,好似对她没有半分不息 是啊,她怎会有心呢 她不是云摇 顾少光颇有几分失落 所有人都看着连台上缓缓起舞的女子 看着她一步步地踏上水中连夜 明明是一个女子的重量 踩在连夜上没有半点分量 哎呀,这可是头一个呢 点击里面记载这么多年来了十多个冒充祖师娘娘的 第一关步步生连就掉水里了 有的苦练十几年 倒是撑过去了 却又是败在了后面几关 此刻连池中的女子已经在连池里翩翩起舞 一纵一跃 踩踏在连夜上的地方 顿时开出一朵朵莲花 天哪天哪,开莲花了 真的有步步生连 步步生连不是传说 这是真的步步生连 这可不是莲花盛开的季节 我从点击中见过,有几个步步生连都是挑了本就开了许多莲花的季节 咱们这个可一个花孤独都没有 顾勺光却是秃得沉了脸,一脸的不喜 你生什么气啊,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你这脸站在这,好似那祖师娘娘欠了你的前四的,可鲜艳了 秦桓还有些好笑 她自己都不气旁边这位大神怎么还气鼓鼓的像个青蛙 这也就罢了,明明她是最喜欢云瑶的呀 面前火蹦乱跳的,与云瑶一模一样的脸 连记忆中云瑶的动作神态都学了个石成石 她怎么就不喜欢呢 顾勺光脸颊微鼓,秦桓看得好笑 便踮着脚,小心翼翼地伸出罪恶的双手 在顾勺光微鼓的脸颊上,双手一捏,扑哧一声 秦桓笑了出来 你瞧瞧你,都气得跟个癞蛤蟆似的了 她不是云瑶,就算一样的脸,所有的都一样 她也不是云瑶 顾勺光一脸控诉,看着秦桓的眼神甚至有几分委屈 假的在那活蹦乱跳,真的,在这对我毫无感觉 我的心好疼啊 你说,我将她的脸皮撕下来怎么样 你说,我能杀了她吗 顾勺光这话一出口,周遭好几个百姓都脸色黑沉沉地看着她 这一刻,突然想揍自己啊 什么天地法则,什么成神 当年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嗯 感谢观看